网传陈思成导演的新项目《唐人街探案4》 男主已经从刘浩然换成了邓伟 王宝强角色人设不变 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 有网友联想到刘浩然近两年 和陈思成的合作愈发减少 猜测他是彻底沦为了弃子 才被新晋流量邓伟取代 邓伟走红以来就在立孤身闯内鱼的人设 但少女之前也提过 他背后是有人在捧的 否则团队和经纪人也不会一出道 就把他当代抱小生来对待 无论什么活动排场都立得很足 邓伟和刘浩然算是同一个老板 因为邓伟也是陈思成旗下签约的艺人 刘浩然和陈思成这两年的确联系不多 不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 就是俩人对未来发展规划意见不同 陈思成离婚后口碑下降 重心都放到悬疑网剧上了 刘浩然不愿意再拍这类题材 就和女朋友圈子的人脉去拍艺术片了 不过显然效果和票房都一般 正好陈思成手上的解密项目体量很大 刘浩然也对剧本感兴趣 双方就重新和解了 毕竟从头到尾 刘浩然也没提过解约的事 俩人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大问题 唐探斯作为已经成熟 且名声大造的IP不会轻易换人 尤其是主角 邓伟接触的是新家的配角 走红以后也成为公司最看重的小生之一了 这次是新家的配角 是新家的配角